食品安心透明总动员 2015台北国际食品展 在台北南港展览馆盛大举行 经济部工业局委托财团法人 食品工业发展研究所 以我追共同加入食品追溯 追踪为主题成立专区 在人潮汇聚的穿堂 一座圆形的展览馆 闪亮地出立在当中 在6月24号的开幕仪式中 由工业局吕正华副局长 洪辉松组长 食品所吴天寺董事长 廖启成所长 饮料工会张冰堂理事长 罐头工会谢孟章理事长 植物油工会洪瑶坤理事长 冷冻食品工会何宗保理事长等贵宾 及活动代言人妮妮的揭幕下 展开围棋四天的活动 在展场中 自三面主墙带出本次主题 食品追溯追踪 展区设计分成五大区块 分别为影音区 体验区 游戏区 互动区 及赠品区 除了主题动画影片 教导民众一起加入 我追行列之外 也以访谈方式 拜访各领域专家 工会代表 及消费者代表 针对食品追溯追踪的政策 发表意见 透过影片 让民众了解各方说法 广纳各方意见 更透过已建制食品追溯追踪系统厂商 之经验分享 让其他厂商了解 也让整个食品追溯追踪系统 更需完整 除了动画与影片之外 在展场更透过实地操作的方式 让参观的民众 透过扫描产品条码 经由云端资讯 了解产品来源 加工流程 让消费者实得安心 此外展场更设置 我追尼尼 食品安心透明工程建制游戏 让消费者透过游戏 了解食品追溯追踪系统建制的目的 展出期间 游戏网页 共吸引将近35万次的点击 配合游戏过关赠送的 带我追 帆布带 及FB上传分享之 杯加分 马克杯 都获得民众一致的好评 只要参加活动 也可以获得 精美的我追主题文件夹 透过这些周边产品 更加深民众 对我追食品追溯 追踪系统的印象 四天的活动过后 透过辛苦的工作人员解说 不管大人 小孩 都能从活动中了解政府 业者 及消费者 是站在同一条船上的 生命共同体 唯有一切努力 才能让台湾的未来 充满希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